常融航機師工會日前取得了合法罷工權 最晚可以在24小時前才來做預購 如今傳出有部分的保險公司 拒絕民眾來投保旅遊不便險 那麼對此呢 保險達人就說了 機師工會只是取得了合法罷工權 對投保旅遊不便險是沒有影響的 因此保險公司不得拒保 也不可以不賠 迎接川節 不少人早就訂好機票 準備飛出國 但機師工會已經取得合法罷工權 開案目前常融機師超過一千四百六十人 這回機師工會五百四十三人贊成罷工 是常融航空機師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七 如今春節期間罷工幾乎勢在必行 最快二十四小時前才通知 旅客難掩心慌 就很歐吧 對啊 錯不方便了 會打亂原本的行程 可是當然也知道他們罷工 有他們罷工的想法 如果他的幅度不合理 而且會嚴重影響到乘客的權益的話 那我個人就覺得這個就不沒事了 行程恐怕被打亂 畢竟機票飯店早就訂好 還要旅行社穿捷訂單 幾乎訂滿成團 適逢輸運高峰之際 根本難應變 大部分都是以華航長龍為主 那其實大概其實占了三分之一左右 在團體的一個航班 過年期間那大家就是家庭出遊 那大家又是國人的首選 都會是日本韓國 勢必會影響到我們這些熱門的航線 畢竟解封後 航班已恢復超過七成 影響更大 所以民眾趕緊購買旅遊不變險 卻傳出有保險公司聚保 並22號機師公會取得罷工權 當天為界限 之後投保都不理賠 甚至也有業者直接停售 要附加不變險的時候 是不能附加上去的 那這樣也算是合理合法 因為本來保險公司就可以選擇 要表出這個商品 不要場所沒有明確公佈日期或期間 那在這之前買的不變險 都可以得到理賠 保險大人說 機師公會只是取得罷工權 尚未實際行動 切實被波及保險公司不可以不賠 除非購買保險時已經罷工 才能不理賠 也提醒保險契約 注意性象中是否包含罷工 如今24號下午機師公會將展開協商 罷工升溫之際 旅客得提早確保 理賠權益不受損 其中文章英語太別什麼的